拍影片邀请市民进场来当第一批大巨蛋观众 11月18预备赛10号中午12点开放民众免费锁票 但是1.3万个座位确实不到一分钟就被秒杀 实测买票系统顺利登陆网站时还是有票状态显示热卖中 花10秒钟选两张打完验证码 没想到瞬间就显示已售完 再重复几次抢票动作 不论怎么点哪一区抢不到就是抢不到 原来是因为黄牛也在拼手速 网络马上就出现门票转售 卖到八百元三千元一张的都有 甚至一度喊价破万 不叫黄牛无孔不入免费门票也来抢 议员也痛批早就提醒过北市府 免费锁票又不记名 恐怕会让不孝黄牛从中牟利 但市府摆烂的举动形同护航黄牛 当时蒋万安市长只用警察会抓来草草带过 市府完全不负责任 沦为黄牛的共犯 政府对于远雄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管理机制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如果没有办法严格查办 就是我们的赌持也对不起 这些所有台湾关心棒球的球迷朋友 远雄回应中午十二点开放锁票 瞬间涌入超过四万人 对于没抢到票的民众深感抱歉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是已经要求警察局 即刻追查依法严办 呼吁全民共同抵制黄牛恶劣行为 三人喜欢李游云各自台北参谱的